哈喽大家好 又到了四月份桑胜大厨的季节 那我们今天要来做桑胜果酱 这里是三斤的桑胜 1800公克 这些呢是比较硬的桑胜 我们等一下要用果汁机 把它稍微打碎 再来是两颗柠檬 300公克的砂糖 你看我们现在大概已经煮了10分钟 都没有加水哦 你看它现在已经出这么多水了 完全不用加水 好那我们现在呢 再把一半的糖倒进来 为什么不要一次全部的糖都倒下去 是因为我想要确认一下最后的甜度 因为最后如果太甜的话 吃起来会很腻 所以我们再留一半的糖 最后再做调整 好那这边就再让它煮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利用桑胜在煮的时候呢 我们来磨这个柠檬的皮 好这加柠檬皮最主要是让桑胜 它的味道不要太甜 就是多了一股柠檬的清香味 好那我们磨的时候 只要磨表皮就好 不要磨到太白色的部分 磨到白色的部分的话它会苦 好那这一颗呢 等一下我们就把它对切 然后我们要挤它的柠檬汁 那一样是加进来这里面 那现在另外一颗呢 我们就一样也是这样子用磨的 好轻轻的 好磨换位置 好磨换位置 OK 好你看 好 好这个就是小屑屑 那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再加进去 好那我们现在呢 因为刚才有一些比较硬的 比较大颗的桑胜 好那我们现在要用果汁鸡稍微把它打碎 打碎一点点 那我们就加一些这个煮的这个汁 加进来 这样它等下再打的时候比较好打 好大概这样 好那我们就把它打成汁 好了这个果汁 没有打得很烂啊 就是一点点而已 稍微打一下 我们就把它加进来 好你看哦 现在它已经出很多水了 那仔细再看 它里头有一些这种白白的点 有没有白白的这个 这个就是它 焦质的部分 滑滑的 好白色的这个小点 很像芝麻一样 好但是桑胜它本身 它的果胶不是很足 那到最后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它浓稠一点 可以加吉利丁片 或者是果冻粉 那我们今天的话 不加 好就是完全用煮的 慢慢煮 让它浓稠 好我们现在大概已经煮了半个小时了 你看水已经蒸发掉很多了 好但是也不要煮的太浓 因为煮的水都收干的话 等一下再装罐的时候 它会太硬 好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些流动的水 那我刚才试了一下味道呢 其实我们刚才大概只加了300公克的糖 但是我觉得已经够甜了 好所以剩下的糖我们就不再加了 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是你要一直去试它的味道 好因为水果的成熟度 它的需要加的糖 好分量会不太一样 那有些人喜欢吃酸一点 有些人喜欢吃甜一点 好那这个就可以自己去调整 好就不要照着食谱 把所有的分量全部都加足 好可以慢慢的微调 那现在呢 我们就是要把刚才的这个 柠檬皮 好我们把它加进去 好我也是没有全加 因为我怕它太强味 好先加一部分就好 好那再来就是刚才的柠檬汁 其实我用了一颗而已 因为我觉得它的酸度已经够了 好加一颗的柠檬汁 好这样差不多 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装罐了 好咯那现在我们就要趁热呢 我们要赶快把它装罐 好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盖子盖起来趁热 好锁紧 那到时候我们就倒扣 好为什么要倒扣呢 因为这个时候里面的热空气 会往上面跑 好会变成水蒸气凝结 那这就是我们自己所谓的热冲田 它里头会呈现一种真空的状况 那打开的时候呢 就会动不声 我们下期看 别闹日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待 看一下 到底 pornograph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